我先請胡志偉議員提出你的動議 主席很簡單,我的動議是希望用立法會的權力及特權條例去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 關於公共屋邨發現有單位食水喉樣本含緣的事故 當中也寫得很清楚我們的調查範圍和內容 我希望各位同事能夠予支持,因為這也是全香港市民的關心 亦是我們今天講了很多,希望能夠藉著一個立法會的調查時間 能夠為市民在食水喉嚨事件當中尋找解決路徑 以及有一個有公信力的過程去令市民安心 好,我們現在就絕這個動議,記名表決 記名表決 那,需要不需要向中啊? 要 我們在中 那,我們在中 好 好 OK,投票贊成的請舉手 李國倫議員 梁家傑議員 張超雄議員 梁國紅議員 胡志偉議員 馮檢基議員 李卓人議員 和王毓民議員 反對的請舉手 鍾樹根議員 郭偉強議員 陳克勤議員 盧偉國議員 王國興議員 葉國謙議員 謝偉傳議員 梁志祥議員 方剛議員和麥美娟 結果贊成的是8票 反對的是10票 胡志偉議員的讀議案 是不得到通過的